作為魷魚愛好者 我正式宣佈這裡是 全台灣最佳夜市 哇 這個完全中了我喜歡吃的東西 哇 真的太低估這裡了 我們要審慎一點 馬田出來了 我們繼續為大家搜尋夜市系列 這個是比較在市中心 但我竟然是未來過的 這個叫做寧夏夜市 哇 你看一望無際整條街 但其實我今天有點飽 拍攝的時候吃了很多東西 我們今天要精明選項 真的看得很棒才試 哇 炸Oreal 如果大家想知道炸Oreal怎麼做 可以看看這條片 哈哈 我已經拍了 這些就是旅遊業 是不是啊 去山頂跳舞有鬼用嗎 你看這間 超多人 一定好吃 蔥牛餅 哇 很棒 但是會不會一份被他KO了 在門口就 之後就不用拍 你知道什麼叫馬告嗎 馬告就是上次美食展 有個人送了一包肉給我買東西 其實就是一種香料 好像黑椒一樣 一粒一粒 吃起來你就會覺得 有點像五香粉 只是那粒已經非常之重味 是一種台灣非常之有特色的香料 配肉類是很配的 哇 我真的來到這裡頭兩分鐘已經講完 如果你是喜歡掃街 基本上這個是100%一定要來 種類之多 還有不是那些呢 很客氣的那些 即是大路那些東西 120元一隻 超大尾130 XL150 好玩命喔這個人 有立場喔這家店 這個已經協中了我了 沒有辦法走出他的魔掌 這隻 我要一根 喔 這樣劏開的 嘩 如果你深夜看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 好玩喔 好玩喔 很美味 好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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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知我們叫他不要這樣 弄得了 叫他整條被我咬了 他呢 加了一點檸檬汁 加了一點辣椒 還有一點呢 類似配菜的東西 這塊不知是什麼來的 像淮山的東西 很辣啊它的辣醬 不像大家平常吃開的 每一口有汁 很嚼勁 但每一口咬下去 它都會咬出來 不是爽口的 它本身裡面有很豐富的海鮮味 它有一點汁 然後再加一點酸酸辣辣 非常野味 好 繼續出發 作為魷魚愛好者 我正式宣佈這裡是 全台灣最佳夜市 你看看這個 厚的一元銀 打直 這間就是最出名的那間 我有大概納過旅遊書 這間店在這裡 條隊那麼長 這邊也排長龍 是什麼來的呢 我們走回正面看看 我們可能是包小黃瓜 即是送還是什麼 不是 你看看 神經病 裡面有一條青瓜 甜品控 嘩 怎麼看這個 嘩 這個完全中了 我喜歡吃的東西 嘩 我真的太低估了 這裡 我們要審慎一點 即是不可以太衝動 但我們標示了 剛才那個轟炸大魷魚包黃瓜 一定要試 然後那個麻薯一定是100%的 這兩個是 我是忍不住的 這兩個 這個是炭酵 其實是照燒醬 所以是很好吃的 我之前壽司狼那一集 不是跟大家說過 這裡有自己的牛油果嗎 就是這樣的樣子 你看看 這麼大隻 木瓜職人 但是他們這個是西瓜汁 這裡的地瓜球都不同 大粒一點 好了 那我們走完這條街了 都未算 旁邊還有很多店 我們嘗試從這個旁邊走 走回頭 然後再走回我們 去目標的當攤 好嗎 你看看 這裡一眼納下去 全部都是本地生產 有農業 是很好的 其實 就算貴一點 我也覺得是很好的 其實這裡的構造 不是複雜的 你看 這裡是街尾 其實是這樣 去到那裡就是街頭 其實只有兩個足球場 那麼長 但是是很窄的 基本上是跟女人街一樣 女人街還要先進去 起碼有電 可以拉到電 他們每一代有自己一個石油器罐 你看到隨便拉兩盞燈 就可以營業了 佔地很小 但是已經可以創造的價值 你看 你自己用眼看 牌都滿了 不過認真一想 你就知道這件事 在香港是不會發生的了 因為旁邊那些地鋪的人 是不會肯過來的 別人的地鋪 怎麼會讓你可以這樣租個檔做生意呢 不如大家一起留言 我們純粹是FF 如果香港有一條這樣的路 你猜會有什麼店 魚蛋起碼有15間 燒賣可能會有幾間 牛雜 炸奶腸 炸奶腸都沒有 現在應該會開到10間那些 那些麻辣涼拌 我想都有10間 應該準備 旺角加樂對面是吃東西的 已經開了涼拌辣辣了 我都不知道它賣給什麼人 你做內地遊客嗎 你當它們傻的嗎 人家鄉下比你十萬倍好吃 好像可以用蚊 雞蛋仔 一定有 雞蛋仔很好吃 腸粉 講了這麼久 還有一間 一定要有牛子商店 大家 大家 立刻上這個網址就可以買到 我們來到第一個目標的地方 就是這個炸油丸 火焰德國豬腳 有沒有人真的分到豬手豬腳 我們通常會叫豬手 那是豬腳薑才會豬腳 究竟是我吃了這麼多年 豬手被人騙了其實是豬腳 還是四隻都是豬腳 還是四隻都是豬手 還是豬腳薑是真的豬腳 平時吃的是豬手 還是四隻都是豬腳 豬腳 還是四隻都是豬手 還是四隻都是豬手 還是四隻都是豬腳 還是四隻都是豬手 還是四隻都是豬腳 豬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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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豬腳 其實不是這一塊 是這一塊 我們平常吃的豬手是這一塊 會不會是這樣分呢 女兒 我們要什麼味道 哇 你看這個 這個就是包了小黃瓜青瓜 大部分人都是要有青瓜的版本 成功 剛才我問要買什麼味道 但出現了一些小意外 就是因為有些混亂 排得…我排得衰 前面的人選了椒鹽 之後發現原來是… 他在我後面的 這樣 所以他幫我選椒鹽 他就直接遞了給我 我覺得很開心 選擇困難症 表示後面幫我選 COOL 那我們走過一點 就排了這個… 燒麻薯 有花生湯、紅豆湯、麻薯冰 還有那些雪花冰 我調轉給你們看 看看能不能拍到 好怕看東西 怎樣?OK吧? 我其實看不到 現在是10點 這裡是真的開得晚一點 10點都是完全沒有收舖的跡象 一個麻薯冰要亮火 好嗎? 這樣可以吃光所有東西 特急上有香菜 蠱蜜 有香菜 很美味 各样东西的 一粒麻糬就这样挖了出来 就这样吃 这个就是烧麻糬 吃那个冰 这样你就可以吃到这个花生冰 还有这个综合的冰 第三个就是这样 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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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 再试花生 是我喜欢的口感 不是超级软熟 是很炸实 有很多东西可以咬 然后花生超级香 我们试一下芝麻味 软的 芝麻味好多 好香 好像一粒平时的芝麻汤丸 但你把它反转了 馅子在外面 心在里面 心在里面 我想说 大家在我的心里面 冰冷的冰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冰了 加了黑糖 刚才看到它 加练奶 然后再拌了芝麻粉 怎么说呢 这样 放进去 然后融出黑糖的味道 古早味的夹是这几样东西 芝麻花生 黑糖 煉奶 最强的组合 第三个食法 拌一拌 cham 拿着 插 麻薯很厉害 煮得太饭 After everything 还不会充足 斑里的 是烧牙 是可以的 他们还附 Achiyor 很棒的 他说介绍一下我帮他 他说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花生 做了这些花生糕 这些叫 你看 他刚才说他们这种花生糕 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没有店铛 会像他们这样做这些麻薯啊 冰啊 但是会同时间做这个 多厉害 还有自己的花生糖 很少的 很厉害 像我这样 拍拍食谱 变了旅游 很厉害 很少人拍食谱 做主食的 拍这么多旅游 这个是 阿仔煎路字号 门口有很多人啊 米芝莲的 推介 好像要一份啊 为什么他要敲那个东西呢 哦 我们找到位了 有没有觉得那个角度很奇怪 我们把机器放在宫殿的箱里 没有东西可以阻止我们拍片的 我们这样拍那个慢镜给大家看 准备一下 啊 拍到了 OK啦 好有趣的 里面还有一个白色的东西 哎呀 散了 我们一次过刺三粒 还有鱼鱼 还有鱼鱼 白色的那粒呢 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其实爽爽的 有微微的甜味 但是呢 没有特别的香味 三样东西加上口感 是很清爽 好像在吃沙律 夹了那些黄瓜的那些 其实是没有炸得很透的 所以它还是保持沙律的口感 然后呢 外面包着那层肉呢 因为呢 又是不是很高温的关系 它其实好像水煮那么嫩的 所以整个吃下去呢 是很清爽很特别的 我们试一下鱿鱼酥的部分 鱿鱼酥的部分呢 就是整个炸的了 就会像平时炸的那个样子 炸的陰硬的那些鱿鱼口感 非常之有趣 这鱿鱼是很多水分 好像泥一样的 我刚刚问一下它是什么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下这一块是什么东西啊 那豆鼠好吃吗 是什么 豆鼠 啊 D瓜里这种 哦 D瓜里这种 对对对 哦 如果你要说他有一点像淮山的朋友 我们再 有一些沙割的朋友 但是它是带甜味 而且呢 是没有那些怪的臭味的 好像吃梨一样的 但是没有梨一样甜 150元你看他的笨两 难怪有这么多人排他 应该在第二个是找不到这个味道的 现在11点左右就开始有点关门的迹象了 大家来可以看时间 我们回来了 其实现在已经是宵夜时间了 是时候吃完我们买回来的 磕仔煎 它叫做圆环鞭 哎 糟了 微波禁止 这个东西不能微波 但我已经微波了 不好意思 它是比较小一点 还有圆一点 厚一点 还有煎得香一点 都挺明显的 明显比我之前吃过的那些紮实一点 那个蛋的存在感强一点 因为煎得很香 你看它的表面 那个酱就没什么特别 就是有点甜点的 纯粹是加多一点点味 给磕仔煎 另外我为大家搜索了 刚才这个不是什么 倒数 倒数 不知道倒数是什么 这一粒是一样东西叫做豆薯 一粒豆的豆 薯仔的薯 它是一粒类似葛的东西 但是它是台湾的特产之一 它是在屏东那边种的 葛物是比较硬一点的 它是比较乱一点 还有水分多一点的 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样东西 它真的有地下种的你 这样的称号 今集就到这里 记得赞Facebook 订阅Facebook 订阅 订阅 喜欢 可以加入会员赞助我们 我们为大家带来更多不同类型的东西 还有我们逢4、3、4、3、4、5、6、7、8 还有不定期的Line Game 就是这样 下次再见 Bye Bye 下一集我们一起赶尾班车看Zo做展 走完才知道那里是吃买玩必到景点 这条班车很没原则 你看UberEat UberEat 支付宝